第十六屆風雲榜頒獎禮 這天在上海舉行頒發多個獎項 比過去一年在音樂成績上有突出表現的歌手 頒獎禮上華宇五強香港地區的歌手 往年這個獎大多數都落在陳奕迅的手上 但今年就由榕祖而奪得 他都表示非常開心 所以說在香港的獎項 因為我這個獎項都表彰的是 剛剛故事這幾年在歌手所屬的歌手 表現最擁有的鼓鼓 就是安慶的代言 對,所以我覺得在香港 你的表現絕對不能夠被鼓鼓 謝謝 為贏的陳奕迅 是 在2008年,Joey舉辦了一個 非常成功的演唱會 除了在香港加場再加場之外 更去到世界各地巡迴演唱 其中上海一站更令Joey非常難忘 台灣地區方面就由羅志祥奪得 早前受到買榜傳聞影響的小豬 這次再次強調自己不會做這樣的事 小豬也透露 今年年底將會舉行世界巡迴演唱會 又說會接拍一部新偶像劇 不過詳細情形 他就通通都不肯透露 還說自己在五月份 跟上海有一個秘密 上海有關,明明是跟阿薩有關 電影的部分可能會有些延遲 另外一次我個人覺得很驕傲 可能到時候會搭公園 你都需要結婚嗎 結婚,已經跟科技結婚後 就上台了 那就再一次一次,你要怎樣 因為下一個我們可以再做別人 就不可以重規 對…因為我們… 除了是歌手、演員 小豬更加是一位出色的主持人 說到有部分台灣綜藝節目 經常以揭發娛樂圈的秘密 來吸引觀眾 小豬當然也有他的一堆看法 我覺得不難做這樣的節目 因為那個東西是私人的事情 有些都直接這樣講 有些根本不是的事情 然後被講完都是一個事情 我曾經有被汙蔑過 然後被公司提出告訴 因為我覺得受歡迎負責任 因為當他曾經說 反對的話只是他都要講 就是沒有正常的事情 請不要在結婚後面這些說明 我覺得這樣不太對 因為大家說得意義 應該跟我們做藝人的身分 然後該說的話 該做的是應該 要等於為自己的說法負責 所以我不會看得起 我也不會做這些事情 話語五強馬來西亞地區歌手 就由金曲獎歌王曹吉奪得 Gary這一天還應傳媒的要求 示範兩種不同的演繹方式 贏得不少的掌聲 謝謝大家 我…我希望我的聲音 有點像這樣會這樣 我還沒有 要不要謝謝她 夢裡外的我 是否偶然與我做選擇 我吃這一顆心 謝謝… 林俊傑和胡彥斌 分別獲得華語五強新加坡 以及內地地區歌手獎 說到有關買榜問題 兩人當然都大力反對 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去努力 或者去做一些… 可能去加一些動音之類 對…但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做音樂其實… 最希望還是可以… 發自內心的就是… 跟很多的音樂人一起來貢獻 因為我覺得… 我不會把其他歌手看待於對手 反而是一種戰果的 擺榜… 我們是從人當孩子擺不起來的 擺榜都是那種很厲害的 用程度做的事 我們就是好好做音樂 乖小孩 然後自助於公園就是對自己的音樂 希望可以監督 對自己有一個… 舒服自己的感覺 最佳男女歌手 就由孫南、張靚詠奪得 很多香港、台灣的藝人 都會暢而優質演 但對於演戲 兩位暫時就沒有計劃 我覺得我不太喜歡 那麼… 當然因為我前一段也拍音樂 對…有快樂… 快樂…快樂… 但是還沒有上場 就是… 也是覺得好玩 也是跟音樂有關係的 但是我這個時候說 以後一開始演戲了 我覺得這個… 我沒有被拉笑 不太想到什麼演戲之類的 對…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 我這人比較懶 所以… 精力有限 就生懷有限的精力 發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面 這樣可能會… 比較容易做出成績一點 然後開分心的半分 什麼都做不好 就唱歌手 對… 在這時候 對… 你會變成的